日本行政策 OK 假設我們現在呢 有個電子 它處在這個 圓心 有個電子處在這邊 它本身有個spin 然后它受到外面的磁场的影响 不过现在磁场 我们要有所变化 现在我们有个磁场 类似这个样子 我们有个磁场 B 它大小固定 但是它在这边 绕着这个Z轴 有个旋转 角速度是5倍 而且它跟这个Z轴当中的夹角是 OK 请问一下 在这个干扰下面 这颗垫子 它的状态发生什么改变 所以这个B 我们可以把它写一下 因为B呢 它是绕着它旋转的嘛 所以呢 我们可以写成 第一个强度是固定 第二个呢 它会分成三个分量 OK 它可以写成这个 这是第一个 因此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Harmittonium呢 Perturbation Harmittonium 随着时间也会改变 它基本上本来就是E over M B dot S 这S是什么 电子的spin 对不对 OK 电子的spin The spin of electron OK 它有个电子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整个式子 把它带进来 它就等于E的H bar P 除以2M 后面是什么 Sine Alpha Cosine Omega T 乘上个Sigma X 再加上 因为是内积嘛 两个相量的内积 当然就等于常数了 乘上Sigma X Sine Alpha Sine Omega T Sigma Y 再加上Cosine Alpha Sigma Z OK 请大家记住几件事情 Sigma X 矩阵是等于什么 Sigma Sigma Y呢 I 负I 零零 零零 No 不是对小线 是off diagram 对小线就只有Z而已 对不对 我们是整个 你把它带进去 你发觉啊 这整个式子 可以用个很简洁的方式 把它表达出来 好 超线 好 感谢观看 它可以写成这样 请记住 这边有两个Omega 第一个Omega 就是这个 外加磁场 在这边扫描的 角频率Omega 另外Omega1 那是当我这个自选 放在这个磁场里头 它的什么 Lama Frequency 对不对 我只是把这边 稍微把它做回来 OK 那所以呢 这个叫做第二个视级 好 那就代表 Hermitonium可以写成这样子 那么现在在这个 Hermitonium的状态下面 是不是我整个的能 的状态呢 它就要有所改变 对不对 在原来的状态之外 再加上一点变化量 电话量是什么 我们就可以 直接把它解出来 解的过程呢 我要留给你们解 OK The Eigenstate And Igen Value of R R 它可以得到第一个解 它是spin up 的解 它可以等你这样子 cosin alpha over 2 Exponential I Omega T sin alpha over 2 spin down 它会等你 sine alpha over 2 负的 Exponential I Omega T cosin alpha over 2 OK 这两个 B3 而且Energy会变成什么 变成假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 本来呢 我这个spin up spin down 你没有外加磁场的时候 说老实话 根本就没有意义 对不对 你没有外加磁场 我定值 我按你转哪个方向 就转哪个方向 所以基本上 假设 我们把它说 沿着磁场的方向 虽然说还没加磁场 这个方向叫spin up 那另外一个方向叫spin down 那么 这两个方向 应该是同样能量 反正现在 加入外加磁场之后呢 它就被分裂开来 所以基本上就是 Zman effect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会在原来的能量呢 分裂了 一个变得比较低 减掉H bar Omega 1 除以二 另外比较高 加上H bar Omega 1 除以二 也就是它会变成 一个spin up的状态呢 能量比较低的 一个spin down的状态呢 能量比较高的 所以想起来也是当然嘛 假如说我们的electron呢 就把它看成一个指南针 你在外加磁场下面 它是不是转到 外加磁场方向 能量比较低 它比较喜欢嘛 比较稳定 所以spin up的定义 所以spin up的定义就是定义在沿着磁场的方向 所以它能量是会比较低 没错 要是相反 哦 那这个不容易呢 那就代表它有一个spin down 它的能量会比较高 对不对 OK 所以做到这边 那都没有问题 OK EB除以 我看看 哦 对对对 EB除以M 没有错 因为H8 诶 EB0 我们看看 除以M才对 H8的跑得在这边 没错 谢谢 这边我写太快了 OK 这样子就对 谢了 太好了 OK 那么这个是在这个时候 它的一个podivation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来看一下 假如呢 现在我们就来思考这件事情 这个时候 这个东西 只是很简单的 我们这样把它成效 假如说 一开始 它处在一个spin up的状态 一开始 所以假设 一开始呢 我的这个电子 也处在 跟你同样的方向 然后 然后你开始转 B开始转 那这个电子 发生什么事情 假如说 你慢慢的转 我就慢慢的跟着 你就慢慢的跟着 慢慢的跟着 它就会一直变化 它有没有可能 你一加了之后呢 我会相反过来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 有 对不对 我们待会可以看到 好 那我们来看看 所以现在呢 把这些 我们杀掉 假设 假设 它Initial State呢 Spin up OK 那么也就是说 当Kai呢 Spin up 它等于 时间等于零的时候 一定 这个Kai是它的解 时间等于零的时候 一定是Spin up Spin up 时间等于零 就没有前面Exponential像 上面是C3 下面是3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的什么 Initial Condition OK 那么 现在呢 根据我们前面的这个计算呢 我们就可以一样化呼噜 那么我们就可以计算得出来 Kai呢 随着时间的改变 随着时间的改变呢 它会有一定的形式 OK 它可以写成这样子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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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 element 第二个 element 不管我是用中括号或者是小括号 这个都代表我们的矩阵 它有两个 element 其中 λ是经过定义的 OK 这个是我们第五个时间 这个是它随着时间 它spin方向的一个解 所以这个解呢 我们可以按照我们以前的惯例 把它分开成一个linear combination 它会随着怎么样 spin up或spin down 的这个解的形式 所以呢 我们就直接把它分裂成这两个 第一个 cosλt over 再加上i omega1 再加上omega cos alpha 除以lamb sin lamb t 除以2 这个 乘上exponential 负i omega t 除以2 再乘上 c 呃 乘上 spin up 的位方形 再加上i 乘上omega over lambda sin alpha sin lamb t 除以2 乘上exponential 负i omega t 除以2 乘上 spin down 的位方形 它就可以分解成这两个 OK 这是第六 这些呢 都很直接 请大家回家 稍微算一下 你就会知道 好 既然它可以分解成这两个 那我们就说 上面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上面 这个是kai t嘛 就相当于随着时间的改变 后面的这个呢 kai正t 就是这个 这个是当你的时间给它很大之后 它的一个改变 对不对 有一个state 假设是这个样子 我把两个dot 倒得起来 取平方 就会求得到 它维持在spin up的probability 有多少 跟它维持在spin down上面的probability 有多少 也就是说 这个外加磁场在那扫描 扫来扫去呢 到底对它影响有多大 OK 所以呢 我们呢 就来做这件事情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就是那种呢 就是那种呢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开T 对着开FuT 然后的平方 各位整理一下呢 Spin Down 对不对 它就会变成Omega over Lambda 就是下面这个常数的平方 Sine Alpha Sine Lambda OK 它会到底结束 好 所以这个等于什么东西 我们就来看看 这里面会牵扯到几个数 几个常数 第一个Omega Omega是什么 Omega是这个扫描 外加磁场 在这个锥状的表面上扫描的角数 Lamda Lamda是什么 Lamda是这一场串 是Omega Omega就是它扫描数 Omega One Omega One是我这个Spin 在你这个B的磁场里面 我对着你B磁场的 进动 也就是你平常要是这样子 那我的这个Spin 就会沿着你旁边进动 所以本来是这样子 所以B的改变呢 因为我进动速度很快哦 我就跟着你这样一直转 一直转 一直转 是不是这个样子 OK 那么这个呢 是计算是Spin Down 也就是说本来呢 你加个B在这边 我就在那边进动 突然间B开始动了 我又没有可能机会 跟你跟到一半 啪 变成负的 啪 又变成正的 啪 又变成负的 会不会这样子 我们就看看它掉到负的 Probability有多少 所以 烂磅呢 只能是这个样子 所以假如说 在我们讲 A Diabetic Process 就是说 这个扫描速度要很慢 谁的速度很快 进动速度很快 那么这个时候是 Omega 要很慢 很慢 Omega 1 对不对 Omega 1 是进动的速度 进动的角速度 对不对 假设是这种状态的时候 你看 Omega 很小小于Omega 1 那这个就是Omega 这个算丢掉 所以Omega 1 平方就是Omega 1 所以这边是Omega 1 所以就该代表 Omega 除以Lamda 是怎么样 很小的 很小 会很小 对不对 会很小 或者是说 我们先不让它 等于很小 反正它就是很小 那么第七个式子 就上面这个式子 马上就可以写成 金 Omega over Omega 1 Sine Alpha Sine Lambda T 就是Omega 1 T over 2 5的平方 所以Omega 很小很小 Omega 1 是不是这个很小 很小很小 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亚瑟外面呢 这个磁场少得通缓吗 有这个劲动啊 只会跟着它扁 有没有机会 掉到磁场的地方 没有 在这边 所以它絕對不會掉下去 假設相反 看不出來 那麼 Omega不是很大很大 也就是說你的進動很慢 就外面變得好快 那我怎麼跟 那不就很麻煩 我本來慢慢走 就外面有個磁場叫我沿著它 好我就沿著它 在這邊慢慢地晃 晃到這邊之後 它竟然跑到這邊來了 我又跑過去 又跟不上 我可能呢 結果一翻就翻到下面 就會有這個機會 那麼這個時候呢 你就發覺一件事情 你把這個probability 它就會怎麼樣 震盪 我看看震盪 你還沒給我 那是說什麼 在 那是很痛 所以假设这个是probability of spin down state 它一开始是spin up 然后它会变成spin down 又跑回spin up 跑到spin down 又跑回spin up 它会变来变去 OK 所以这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你就知道我回家吃产音响是很大的 对不对 好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介绍一个很有名的 叫做berry face 它在1980年左右吧 发现了这个形象 OK 所以大家就用它的名字取为berry face 那么它最主要是针对一个叫做non-holonomic process来讲 什么叫non-holonomic process 它指的是说一个东西呢 你在位置上改变的时候 在几何上面改变 或者在一个parameter space 在一个参数空间里头 运动 沿着某个路径运动 运动到什么地方之后呢 最后又运动 又运动 回来 结果你却发觉 它的状况好像一样 OK 因为你回来远一点嘛 但是它的状 它的外在状况好像一样 它的内在状况改变 这一种跟着你的路径有关系 我们称之为non-holonomic process 在光学里面会用很多 OK 在分子学里面也会用 举一个例子 上次稍微 上次已经有讲过了 我们再讲一次 假设这个是个地球 这个是赤岛 我们本来是在北极 然后你沿着往南着 怎么走呢 这个时候呢 你一开始呢 哪一个蛋白呢 正来正去 所以呢 前后阵 所以沿着它开始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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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这边 当然还是前后阵 然后很慢很慢很慢的 沿着这边绕到这边来 之后呢 之后呢又回去了 所以我们想想看 我现在是一个蛋白 这样子 然后呢我开始往 沿着地球嘛 对不对 反正是地心作用 我就沿着它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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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了赤岛 OK 在赤岛上面是不是像这 然后我就开始啊 沿着旁边走 感觉上好像是水平片 我去转到这边 对不对 转到90度角 然后又退回来北极 哦 你告诉我 我震荡面转的多少 刚刚是这样子 现在是这样 转的多少 90度耶 我是不是回到原点 是啊 但是状态一样吗 只有一个一样 就是频率一样 然后政府一样 但是震荡的方向已经不一样了 来 哇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所以我回来的时候呢 会得到一个震荡 两个 这边是随时90度角 它会插个角 那么这个角的差别 这边的这个变化量 就叫做Alefence 它这个相位的差别 或者呢 我们晓得这个 跟几何形状有关系嘛 叫做Alefence OK 它就可以有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呢 有人就用这个 做了很多很巧妙的一个 一个仪器啊 比如说呢 我们 我们现在飞机在飞的时候 以前最早期飞机飞都要靠眼睛看 对不对 靠眼睛看呢 就变得麻烦 你只能够在你熟悉的地方飞 我要飞去美国 我怎么知道该怎么飞 我以为我朝北的 或朝西 又飞到太平洋上面 每个地方看起来都一样 最后歪了都不知道 所以呢 我们一定需要一个陀螺椅 最简单的陀螺 但以前陀螺椅就真的是用陀螺座 在那边旋转的陀螺 对不对 你要担心你一直往上飞 或一直往下降 因为你在飞的时候 搞不清楚方向 你也担心你往左或往右 对不对 你要知道你飞得多远啊 不然你怎么知道你飞得多远 你要到夏威夷 就飞过去才发觉已经飞过去了 那还要再回转回来 那还得了 所以呢 你各个方向都要知道 那陀螺椅就要做三个 三个方向 所以你知道吗 以前啊 早期的时候啊 你要是做一个飞弹 要去打一架飞机 这飞弹很麻烦啊 飞弹是不是 你要打按下去 就飞出去了 慢慢等 要打之前啊 要先把它启动起来 第一件事 陀螺椅要开始转 转到稳定的时候 它不稳定 打出去 最后跑回来追你怎么办 对不对 那不是吓死人了吗 所以要等到它稳定 第二个 侦测器呢 要降温 从室温要降到 77度K OK 所以这个时候 它里面就要开始 制造液态弹 或制造液态海 然后去冷却这个 这个 这个sensor的头 可能要降到 10度K 所以这制造会很快吗 当然它会一种 很快速的 噴出来 直接就让它什么 绝热 膨胀 然后它就降温了 但都需要时间啊 所以一般一开始 快要接站之前啊 这些都要开始 对不对 但你不能够跟它 绕来绕去 猫抓老鼠 抓到最后面 就 生死了 又开始升温了 打出去之后呢 要追谁都不知道 哇 这个时候更危险 对不对 所有人就要赶快溜 那也不行 所以呢 你就知道 它需要时间 那最后大家发现 陀螺呢 有不好的地方 因为 它精确都不够 OK 后来呢 又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让陀螺 就跟 麦克森干涉一样 做成两束 这个 这个雷射光在这边跑 顺时钟 顺时钟跑 逆时钟跑 这两个呢 相位 随着旋转的时候呢 相位会不一样 那你怎么做到很精确 对不对 每小时 超过 比如说 千分之一度 你都要知道 哦 所以不简单 最后呢 又进化到 发现我们可以把一条光迁啊 迁在一条绳子上面 因为光就会在这边啊 你知道 这一绕的时候呢 你刚才绕过去又回来 360度 但是我告诉你 它在这上面的行动的轨迹啊 会造成一个相位差 是不一样的相位差 所以它这样绕绕绕绕绕 我另外一条光线 直接就拉过来 那么这两个相位差 我就可以产生干涉 这一干涉之后 随着我飞机的上升跟下降的时候 它是不是要多绕一点 跟少绕一点 它们相位会变 马上了 干涉调整 就很灵敏 马上就可以看得到 你就可以知道 你这下飞机是怎么变的 OK 我们发觉 它很好用 它真的用得到 OK 好 那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来说 它会有相位差呢 它有一个相位差 它会等于什么东西 我们闭着眼睛想就知道 假设这边是90度 那么它就是90度 那我们怎么来预估它 那我们就说 OK 假设呢 我们这个是个球体 它有个圆心 有个圆心 我圆心呢 因为是球嘛 所以对着每一个点 做一个坐标 它是不是会在这边扫描 对不对 弹劲不变 那我们就来看看 第一个 它扫过去的面积有多少 第一个 我这个东西扫呢 假设这边插T大角 就是它 这个T大角 在这个上半部 占据多少 个百分比 当然就是 先说整个球体 面积多少 四拍阿平方 假设我的半径是 对不对 四拍阿平方 但因为我这个扫描 是在上半球嘛 北半球 所以面积是下二分之一 然后呢 北半球绕在一圈 是360度 我现在转了90度 这个就是 它的面积了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面积整理一下 二跟二杀掉 拍跟拍杀掉 抱歉 二跟二跟四杀掉 是不是等于大C大 大平方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怎么样 定义成为了 A除以 R平方 A除以R平方 是什么意思 这个不就是立体角的定义了吗 对不对 我们说一颗球 的立体角 四拍 球的面积是A 四拍R平方 所以你把A除以R平方 是不是就等于四拍 这个就是球的立体角 我没打 所以 原来 这个是它相位差 是相当于 你去球一个立体角 而且很好玩 告诉我这个立体角 跟着我这怎么走 有没有关系 我今天 可不可以这样子走 我一样 然后沿着这个绕 对不对 这个是表面挖出来 表面那个路径 我可以这样绕啊 那么 我怎么知道 这样绕一圈之后 它 相位角变动了多少 我求它的立体 立体角 OK 我求这块的面积 除以R平方 那么 就是 它绕过这一圈之后 它本身的什么 相位差 这个 independent of sheet 它跟形状是没有关系的 OK 所以假设我这样子绕过去 立体角是一个 Omega 是等于二分之π 它的相位差就二分之π 我也可以 做出一个怪怪 很奇怪的形状 假设它的 面积除以R平方 也是等于二分之π 那么就代表 经过这个路径之后 虽然说长得跟你不一样 我的相位差 还是二分之π 对不对 所以呢 它告诉我们 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经过这个process 它跟路径有没有关系 有 因为它全部都是路径引起的 但是它最后的相位差 跟路径 还未必有关系 它跟你在这个圆球上 画出来的这个面积 的这个立体角 比较有关系 OK 好 这个是我们了解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种变化 跟我们所熟知的一个 叫做佛科摆 有没有什么关系 佛科 Pendulum 佛科摆 大家有看过吗 有没有看过 佛科摆 佛科摆 我记得哪边有啊 我记得以前旧的那个什么 那个 在台北的一个什么 教育博物馆是不是 它有个佛科摆 它有一颗球啊 大理石球这么大 还是钢球这么大 然后那绳子掉上去 是五层楼 的一个蛋白 然后它放掉就让它 让它少 它少得很慢 但其实也够快 OK 我记得千大好像有一个 这边 有没有人去过千大的 千大物理馆 前面好像有一个 我记得还有一个博物馆 不晓得是哪一个有 不是防震用 不是防震用 我指的不是101上面那个 那个B上去 OK 哇那个就太大了 OK 那佛科摆呢 它就真的这样摆 但是请你记住一下 佛科摆在摆的时候 假设你做成一层楼半高 佛科摆 你就发觉 它不会乖乖的在这边摆哦 但随着时间的改变呢 它会改变角度 它会这样一直爽 一直爽 一直爽 为什么 为什么 达尔理论地学都有教过吧 是为什么 因为地球在旋转 地球并不是一个 关心坐标嘛 它会旋转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子想 因为你摆动还是很快嘛 你摆动的周期顶多 两秒钟好了 但是呢 我们这个蛋白是注入在地球上面 地球转一圈多久 一天24小时 你两秒跟一天比起来 哦 你转动速度很快 那这个时候变成地球带着你走 地球带着你走 OK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佛科摆 就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预估 OK 那么就相当于说 我们的地球是这样 假设我们台湾在这边 OK 假设我们台湾在这边 OK 那么 我们这边有个角度 那么怎么来计算 这个 绕一圈 一天吗 的 Omega是多少 Omega不是面积 反正它只是这样子 所以就很简单 它会就等于什么 Sine Feta E Feta E Phi 对不对 这是最简单的 所以基本上呢 Feta呢 固定就是Feta 然后Fight角二绕 二拍 是不是会等于 二拍 Feta 最后呢 E减掉Posent Phi OK 好 那我们来看看 本来 这个意思就代表一个二拍 减掉一个二拍 再乘三个修正量 二拍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假设说我这个单白 在跑了的时候 它相位相差的二分 嗨 那就是回到原来的地方嘛 你有没有感觉到 有什么不一样 不会 但事实上呢 你每天呢 都会有个变化 它这个相位啊 都不会回到原来的地方 它会转一个角度 OK 所以这边呢 这个就是什么 The Daily Processing Precision 所以说福克摆在这边转的时候呢 它每天呢 都会差一个 一个角度 Dependent你在什么地方 OK 所以这个就很重要 假设我在北极 北极的Cosin是等于多少 零 二排前二排等于零 所以它这样子摆 你地球怎么转 它都是这样子摆 对不对 我就跟着你摆 然后绕一天回来之后呢 还是跟原来一样 所以我站在那边 我有看到什么差别吗 没有 但是在我们这边呢 从下面算下来 23.5度 是次到 不不不 北回贵线 所以从上面算下来 那你就可以计算 我们每天会差多少 OK 那你这个福克摆 要经过多久 才可以绕微圈 那 看 OK 好 那所以说 这样一来呢 我们了解 这种是一个相位 会跟着 你受到外在影响 而跟着它改变之后的 一个结果 那我们在量子力学上面 我们怎么来描述它呢 我们怎么把这个概念引入呢 那我们来看 我们怎么办 对一个particle而言 它在一个time independent independent the hamiltonian 下面 然后呢 initial state 假设就是the end of state 那么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代表我hamiltonian作用在怎么样 the end of state 要等于en作用在the end of state 对不对 那么我这个时候 the end of state 随着时间为function 它一定是independent 的这个 timeindependent的这个为function的解 乘上exponential i-i en t over h' 一定是这个样子 假设我现在呢 除了这个timeindependent hamiltonian对你有作用之外 我再加一个什么time dependent 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 这个时候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hamiltonian t 我作用在phi的这个 nxt的这个上面 它一定要 也是有解出一个类似 它一定要非常类似 能够这样解得出来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 它完整的 xt 记住这个跟上面这个有很大的不同 这个是作用在time dependent 这个是作用在time independent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会等于什么东西 它会等于一个 我们本来这个的作用完之后 你一定是把这个放在这边 对不对 然后呢 后面本来是 你的能阶随着时间的改变量 它现在也是一样 负i over h bar 它现在呢 会变成一个积分 假设只是这样子 那就跟上面 没有什么 表示是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但事实上不是 它还会多出一下 假设是有多出来了 我们把这一边的这个 当作 fida t 那么我们就会说 这个只是它自己 随着时间改变量 往前推移的 一个相位上面的改变 就跟这边完全一样 没有什么差别 OK 这个是一般的time dependent sending equation 所得到的一个结果 所以这种呢 没有什么 这是随着时间移动 而造成的 大家都一样 所以最后你去算一个probability的时候 它互相杀光光 因为大家都一样 OK 所以没有什么 所以这种呢 我们给它一个名词 叫做dynamic phase 但是这以后面 这一项就是多余的 假设我们经过 同样的这个步骤 经过向那一边的 那个步骤 它会多出一个相位出来的 那么这个呢 又跟集合形状 好像我们在地球上面绕 是不是跟地球集合形状有关系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们就称之为什么 geometric face 所以我要请大家 把这个东西记住一下 OK 所以呢 我把这个呢 把它写在这里 我们可以写成一个 independent of time 一个你已经知道什么 解independent of time 的hormitonium 再加上一个 随着实际改变那样的hormitonium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 它会有一个什么样 然后完整的 它会等于这个的 XT之外 再加上expansion i d达nt d达nt呢 是定义成为怎么样 i 哦 它已经有i了 负的h 1% 0到t的 1 n t' 这个呢 称之为 the dynamics phase 这是很正常的 gamma nt呢 anything else 跟这个不相关的 通通塞在这边 这个呢 称之为怎么样 any extra phase 我们就给它一个名称 叫做 the geometric manetra ok 好 我们把这个放在这个地方 大概了解一下 既然是这样子呢 我们就把这个呢 就把它带回来嘛 试试看 就把它带进来 ok 那看看这边 这个我们可以了解 那这个到底会变成什么东西 我们带进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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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这个带进去 OK 我们把 怎么讲 这个称之为 一个式子 这称之为第二个式子好了 我们把第二个式子 带到第一个式子里面去 OK 当你带进去的时候呢 你会得到IH bar partial partial t 我们好像带入这个 不太好 我们把它带入 shorting equation好了 它是IH bar partial partial t 它一定要给你 还很同样 OK 我们把它带进去 带进去的时候呢 你就会得到IH bar partial partial t partial partial t 超一次 就下面这个 phi n exp i θ exp i γ 这个会等于什么 根据shortingel time independent 它会等于1n t 对不对 OK 所以呢 它会等于1n t 这样子 OK 通通把它展开来 OK 通通把它展开来 好 我们来看看 第一个 IH bar 第一个就 它微分 后面两个不动 所以这个不动 OK 好 再来 第二个 这个微分前后不动 前面呢 摆在这边 这个微分 exponential微分就自己嘛 然后呢 微完分之后呢 要对这个微分 I会跑下来 然后再对 FIDA微分 对不对 再加上 对第三项微分 前面两个不动 它也会等于 它自己也不动 那乘上个I 乘上d γ nt 这整个的东西 要等于 en t乘上 phi n exponential i θ nt exponential i γ nt 对不对 会变成这样子 真是不简单 好 那我们发觉一件事情 大家都有同样的东西呀 这边大家都有 x 很喜欢 FID 这些都有 消掉消掉 这个也有 消掉 哎呦 这个少写了一个 消掉 消掉消掉 消掉 大家都有 对不对 那么 这个会等于en 那么我们来看看 它会等于什么东西 我们把 它整理一下 把这个除过来 所以这边就变得 比较简单了 第一个 再加上 大家都有i i提出来 大家都有phi n phi n提出来 里面是partial theta n d theta n dt 再加上d γ n dt OK 它要等于 负的i over h bar 的en phi n OK 我们越写越简化 好 好 整理一下 我们把它弄一下 partial phi n partial d 再加上i phi n 这两项呢 保留 原来的形式 抱歉 这边都写成d 那这个移过来 我们发觉 它会变成 加的 en over h bar 等于0 我们写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好 现在我们看看 这个是等于什么东西 因为啊 是不是等于d over dt的 theta n theta n是等于什么东西 这一大串嘛 是不是等于负的h bar分之一 0到 t的en t prime d t prime 是不是变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所以呢 它可以简化成为 怎么样 负的en over h bar 它就可以写成这样 所以这样子呢 右边这个式子呢 就可以变成什么 负的partial n partial t 再加上i的phi n 负的en over h bar 加上d γ n t 再加上en over h bar 等于0 来 这个式呢 只是把前面算过 这一看呢 这两个互相笑掉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得到一个 很简单的式子 我们就得到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式子 这个式子呢 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把这个式子叫做第三个式子 我们把第三个式子 好像对着phi n自己做的 正教 possibly等于phi n 里面呢 这个就等于phi n phi t 对不对 再加上i phi n对phi n自己 当然是因为normalization 已经normalized过 autonomal 所以等于1 γ n t 所以这样一来 γ n 立刻就可以算出来 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漂亮一点 整理成我们熟知的 微分方程的 狮子 我们就得到这个重要的事情 ok 好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刚刚说过这个phi n呢 是他的一个解 这个解呢 势必也会随着外在的这个影响 在某一个参考空间当中运动 我们把这个参考空间称之为一个parameter 一个参数的空间 就像刚刚是在地球表面这样子动 那假设你不是地球表面是什么东西呢 那你就在参考的那个面里面动 ok 那么假设是这样子 ok 我们把这个地方啊 几个诗子把它写一下 我们把那个诗子超过来 这第几个诗子 第四个诗子 ok 好 那我们现在呢 继续来分析 因为这本伽马n呢 我们知道这个伽马呢 一定是个什么东西 跟我们原本认为的 在schilding equation 随着时间改变量的时候的 那个不一样 因为我们当初呢 ten dependent schilding equation的时候 我们是假设 这哈密特尼亚independent of time 现在哈密特尼亚independent of time 所以一定是depends on一个什么东西 ok 那么呢 now 因为啊 phi n xt depends on t ok 所以呢 它就告诉我们一些 某一些parameter rt呢 一定怎么样 隐藏在这个哈密特尼亚independent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是partial phi n partial t 是不是可以就会写成 partial phi n partial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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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这个样子啊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把第五个式子 带到第四个式子 就前面的那个式子 我们就可以得到什么 第一 左边不动 rn t rn t rn t 现在呢 phi n呢 我们对r的偏会分 后面在身上抵r 我会抵替 ok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啊 对它积分 对时间积分 这边就得到rn 那后面呢 i 摆在这边 对时间积分 这个不变 就变成为什么 d r 本来是 dr over dt 对不对 假设都是pron好了 为了要表明清楚 那刚刚好 这个就变成i 那 这个会变成phi n partial phi n partial r dr 既然是dr 一定有initial的 变到final ok 它一定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一定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那么 这样一来呢 我们把这个 叫做第六个词 我们把它抄起来 放在这边 待会儿呢 可能会用得到 好 OK 蒙一些paramide 好 那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这个相位 在时间等于零的时候 一定要等于零 时间等于零的时候 你的解 时间等于零 一定要跟时间没有关系 我们知道这个本来就会等于零 因为这里面有个积分嘛 OK 时间等于零就等于原来的 而且这个呢 也要等于零 expansion才会等于E 这个一定要存在的 OK 那我们就可以对这个 再更进一步的预估 T等于零的时候 你根本就没有变化嘛 两个一定要一样 对不对 所以呢 伽玛N T等于零的时候 它要等于零 这个是合理的 OK 这是合理的 那么假设 现在parameter有很多个 像R1 像R1 R2 一直到R 大N 假设有这么多个 那么很明显的一件事情 parameter 因为这里面有个 它就会写成怎么样 每一个分别 微分的相较 他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这个东西呢 我们简化一点 你就想象成好像有两个 向量相成 第一个向量是这个 前面这个分量 对着每一个微分 空间微分 DOT 一个对着 时间微分 对不对 我们可以这样子来想象它 所以相当于说一个DOT 后面这个可以写成 DR DT 前面这个呢 phiN 要对着空间微分 我们可以写成这个样 OK 这个是第 5 6 7 第8个 那么这样一来呢 GammaN 就可以写成怎么样 I RI RI 写成会怎么样 写成 OK OK Yup 等号的左边 这是R 不不不 这个是T 对没有错 T才可以用部分位分的 谢谢 每次写太快都会看错 OK 那这样子呢 它就可以写成这样 那其中我们有这个 对不对 那个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个 可以把它想象成是这个 以R就在后 对不对 那当然呢 我们呢 这是刚开始到后来 假设我们刚好变化 从initual到final整个变化完 那我们可以说 我们不是说这个是参数空间吗 你最后一让回到原来的位置 假设回到原来的位置 那我这边呢 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OK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那么这个呢 是close loop 我们把这个抄一下 所以它也可以写成这样子 所以它也可以写成这样子 拍 我看看 OK 或者 OK OK 我们就可以拍到这几个 这个是8 这个叫9 这个叫10 好 这个是在1984年 Berry他算出来一个东西 好 到这个地方 没有人搞清楚 知道有什么东西 OK 他从数学上玩游戏 得到一个这个东西出来 但是就 看到大家的眼神 就好像当初很多人 看到这篇东西的眼神 他做这个游戏干嘛 现在没事干 对不对 也不晓得要怎么用 So ok 总之有人呢 会sense到 这个跟他的研究啊 很有关系 OK 好 那第一件事情 在我们要解释之前呢 我们先问几件事情 这个BerryFace 到底是实数还是虚数 假设这个地方 它是虚数 哇那麻烦啊 因为我们常常讲 这个Face是什么 你去求起自己的 期望值的时候 这个Face都互相杀掉了 Face是不干扰你的了 对你没有任何关系 对不对 但是假设这个 伽马恩是虚数的时候 这边就变成实数了 前面乘三个I 就变成Exponential Function 你去求起他的 期望值的时候 它要有作用 那就跟我们讲了 这个Face没有 就不太正确了 OK 所以呢 它一定要是real OK 这个是可以证明的 第二件事情很好玩 那么假设 这个Face在这边 我们有没有办法 知道它呢 有没有办法 用什么办法 来知道它呢 假设你求起他的期望值 一个Compress Con 就可以乘上自己 那两个相简 刚好等于Exponential 0 没了 那我们这时候应当怎么办 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我们可以透过一件事情来知道 我们从这边来看 它可不可以量 可以量 我们可以用个很巧妙的技巧 就把它量出来 假设我们有一个病 或者是光 或者是电子 然后呢 你三号把它分开来 然后这条光呢 经过了某一个作用 这个作用啊 可能是一个 这个哈密托尼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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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哈密托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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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本来两个坡 你们要分成两处 其实我要coherence 之后又结合 那就结合嘛 有没有发生什么事 没什么事情 但是假设我这两段经过的是不一样的 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们就知道 这个坡啊 一定要怎么样 分成两个嘛 一定是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 对不对 二分之一的原来的自己 经过它之后作用的fighting 第二个呢 它也是fighting 不过增加了一个什么fighting 增加一个什么东西 因为它们影响力大家都一样 只是一个随时间变得很慢 一个问题 这个呢 就是我们讲extra-fence 假设有这样子 那我可以这样子起 那么我们能够做的 我们能够量测 一定是它的期望值啊 对不对 期望值会是这个的complex conjugate 一个degger 乘上这个 那它会变成什么 二分之一 这是原来自己的期望值 平方乘上二分之一 后面的一再加上exponential i gamma 乘上一再加上exponential i gamma OK 我们可以把它这样子写出来 这边这边就会等于什么 这边就会等于什么 二分之一 这是一个平方 一再加上exponential i gamma 或者是你喜欢的话可以写这样 这是一个in的平方 exponential i gamma 各位你看看 本来假设是一头病都没有经过中间这个 你根本就不知道中间有这些事情 它这样射 然后就跑到这边来 病的强度 probability呢 当然就是自己的平方 但是假设你把它分开成两条 一条有经过很slowly的diabetic process 另外一条没有 之后再把两条combine起来之后呢 它都跑到后面这一项 很好玩哦 假设这两个都跟时间没有关系 都不会introduce任何geometric phase的时候呢 gamma会等于0 那你得到就是原来的 对不对 但是一旦这两个有 你会introduce一个extra phase的时候 在某一个特殊的状态下面 我可以让这两个phase相差 相差到刚刚好 你告诉我 cosS几度的时候变成0 二分之拍 所以要是刚好变成 γ差的π的时候 差的180度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情 它们破坏性干涉了 它可以怎么变 对不对 那这样子我们就会量测 你进去 送进去的强度 跟你量测到之后的强度的关系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下面这个time dependent diabetic slowly changing potential 所以能够introduce多少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OK 好 我们大概了解一下下这个东西 好 那我们待会会举一个 两个 两个 三个phase OK 我们就下课 我们先休息一个五分钟 好不好 先休息一个五分钟